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二个年头 西方国家继续对乌克兰军队慷慨解囊 并向乌克兰人提供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非凡贵宾身份 访问西方国家首都并受到历史性招待 尽管这场战争对大多数欧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影响 但没有一位西方官员会毫不犹豫地证实 他的国家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 大多数经济报告承认 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 欧洲公民也因此受到影响 他们正遭遇高昂能源账单和通货膨胀的困扰 与此同时随着预期战争的继续 这场危机将再持续一年 这里不禁要问 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后 欧洲民众情绪及其对这场战争所持立场 是否发生了变化 西方民众是否仍热衷于向乌克兰提供一切支持和帮助 有条件支持 一扑索就欧洲民众对乌克兰战争 所持立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除英国公民外 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影响 欧洲民众的支持率保持稳定 但在某些方面明显下降 民意调查显示 70%的欧洲民众仍然支持本国干预 帮助另一个主权受到攻击的国家 这一比例比去年降低了一个百分点 然而欧洲公民的红线仍然是他们的国家 是否参与任何军事干预 70%的欧洲民众宣布他们拒绝军事干预 以帮助乌克兰 由于制裁导致天然气和石油价格上涨 欧洲民众对经济制裁所持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 只有45%的欧洲人支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调查结果显示 去年这一比例在50%左右 只有53%受访者表示 为了捍卫他国的主权 支付高价购买天然气和石油是可以容忍的 与此同时 认为这场战争不关他们的事 不应该卷入其中的比例 上升到42% 比去年上升了三个百分点 超过一半的欧洲人不支持他们的国家 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能够击落 俄罗斯飞机的防御系统 52%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不同意参与捐赠此类武器 疲劳或失去耐心 伊普索研究和民意调查中心警告称 他所谓的疲劳风险 已经开始困扰欧洲公民 这体现在欧洲人支持 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比例上 因为该支持率从去年的73% 下降到66% 与去年相比 欧盟内部对乌克兰战争新闻的关注度 下降了5个百分点 64%的欧洲人 证实他们仍然渴望知道战争的消息 另一方面 最近让他们感到担心的是经济危机 82%的欧洲人 证实他们关注通货膨胀 和物价上涨的消息 事 gravitational 越多 touch 越多 house 越多